中大校長段崇智年初請辭 明年的1月卸任 消息指中大輪選委員會已經選定中大醫學院副院長盧玉明 為新任校長唯一校選人 校董會星期五開會決定任命 據了解 如果盧玉明獲得四分三的校董會成員支持 將會成為下任中大校長 盧玉明1963年在香港出生 是著名分子生物學臨床應用專家 1997年加入中大 現時擔任中大醫學院副院長 李嘉誠健康科學研究所所長等 他去年獲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同時是世界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等院士 他因為研發出無創產前診斷技術 而有無創產前檢測師父之稱